那这边大哥家养了一批老庄桂花 树形也都是相当漂亮 树帽也都是非常的丰满 像这种都是什么桂花 红花蛋糕 这种粗度都有多少 平均都在十三四 管夫了 两米半到三米 这种都是燕生还加剪的 加剪的 加剪的 听说它奶烟还吗 就是十位都可以过冬 还是非常不错 像这种全部都是红花单柜 红花单柜它是用流苏价介的 流苏它本本来就非常的耐延 像这种桂花 灌斧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有个庭院还有工厂 种上这么几棵 等到开花的时候 满院飘香也是非常好的 平均粗度都是在十二三 分支点都是在 三十二三十公分的像这一批 还是很不错 有喜欢这种老庄桂花的朋友 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 你看这边有两颗中两级的老庄桂花 像都是多凑的 八九十年的数量 这根盘怪好 都是八方根盘 看一下根盘 一圈都是八方根盘 特别漂亮 像抽的得有多少 二十多 整体股价是相当漂亮 像一个大伞一样 特别的好看 蘑菇顶造型 为什么叶片不丰满 这一年一年就要更大法 修了 把你还脚给修好 反正要把眼切吧 哦修剪了是吧 我看到 对 上面那个行业都有出来了 你看 现在看股价还是相当漂亮 这个股价层次 都是说明这个非常有年功的 这边是这一颗 另一颗 这个也是八方根盘 看一下 这个抽度也是在二十公分左右的 超大官府 这官府都有几米 像这种 官府五米 这两颗品种是什么品种呢 混花蛋鬼 老蛋鬼 混花的 混花蛋鬼 还是非常漂亮 这个有个庭院 别墅工厂 咱住上这么两颗 还是相当霸气 很是漂亮 尤其和这种老装桂花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评论去留言